好的朋友们啊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那么呢今天是2021年9月9号 那么呢周四的一个时间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排名情况 今天的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欧元 朋友们其实呢 结果上和昨天差不多很多 朋友们上方这个地方依然是重压位 重点压力位 那么呢现在到了非常关键的支撑位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支撑位非常的关键 所以今天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欧元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重点的支撑 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已经开始往上再走了 这就是欧元在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上方这里是强压 下方这里是强势的支撑 强势的支撑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的情况 一小时级别的情况的话 朋友们当下来讲 这个位置的话可以考虑去做多 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去做多 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支撑位 所以欧元的节奏到了关键的支撑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考虑做多 好这个是咱们的欧元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英镑 英镑朋友们四小时级别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步行情 这一步多图行情其实已经结束了 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具体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的这样一个英镑的结构 一小时级别 一小时级别给大家画出支撑压力位 压力位就在这一块 压力位就在这一块 其实这一块地方是吧 很清楚 对不对 这里是压力位 下方这一块是支撑位 也很清楚 所以英镑的节奏 当下来讲 只需要看这个区间里面的一个来回的操作就可以了 上方这里去考虑做空 下方这里考虑做多啊 这是咱们一个英镑的情况 关注这个区间里面的一个震荡行情啊 好 这个是咱们的英镑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黄金啊 黄金的话 其实昨天的思路给大家就明确的很清楚 对不对 叫大家顺势做空啊 是不是啊 方向上非常的准确 那么呢 四小时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昨天晚上又继续往下跳了啊 又继续往下再跳 那么呢 整体这一步的行情 是不是啊 又继续往下跳 所以当下的一个黄金啊 在这样的一个啊 四小时级别的思路 依然是空的方向啊 依然是空的方向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啊 一小时级别啊 那么呢 压力位啊 就在这一块啊 今天的黄金啊 大家依然顺势做空 空点就在我画的这个压力位置附近 好吧 这个是咱们的黄金啊 最后的话给大家去说一下云游啊 呃 云游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四小时级别啊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震荡行情啊 在这一块是不是一直在正啊 一直在正啊 好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支撑压力位啊 那么呢 云游日内的第一个压力位就在这里啊 就在这一块然后再往上看这个位置的压力啊 再往上看这个位置的压力啊 所以说今天的咱们的一个原油啊 今天咱们这样的一个原油啊 那么呢 这个位置第一压力在这里啊 然后上方看这个位置的压力啊 当然了支撑依然在下方啊 这个呢 本身来讲啊 没有多大问题啊 好 那么呢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爬命的情况啊 相对来讲 黄金现在空头趋势非常明显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好吧 行 朋友们啊 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啊 祝朋友们交易顺利 我们在下期再见